1.18版本 即將在11月30號到來 先前也介紹了1.18版本的各項更新 當然也有許多預定的更新內容 被延後到了1.19版本 而1.19版本官方其實已經釋出了 許多更新內容的資訊 你知道有哪些嗎? 嘿,我是Hennyken 今天這一次的影片要來跟大家介紹 在1.19版本的更新 將會可能出現的遊戲更動 1.19版本正式名稱是荒野更新 預計在明年也就是2022年發布 這一次的更新除了將會有 新的地下生態域Deep Dark 也著重於沼澤生態域的改動 沼澤生態域新增的新變種 紅樹林沼澤 表面會被泥泞覆蓋 並且生成大量的新樹種 紅樹 紅樹林的木材顏色接近相似木 樹苗是遊戲裡第一種能夠種植於水下的 而紅樹林沼澤還會生成出泥泞 這種方塊可以拿著水瓶對著泥土右鍵取得 另外如果把泥泞放置在棕辱石方塊上 過一段時間它還會轉變成黏土 泥泞還可以用於合成泥磚 這是一種新的裝飾性方塊 外型有點像褐色的石磚 可以用泥泞、沙子和小麥合成 當然除了方塊方面 還有新的生物加入 沼澤和部分寒冷或炎熱的生態域 在未來會生成出青蛙 青蛙在不同的生態域生成時也會有不同的變種 青蛙會發出名聲 而且喜歡待在荷葉或者是玄葉草上 並且它還會捕食另一種新的生物 螢火蟲 螢火蟲也同樣生成於沼澤 外型是只有兩個像素的平面 它是遊戲內第一個視覺呈現上是只有二維的生物 它能夠散發出亮光 但沒有實際上的光照等級 既然有了青蛙 當然也新增了蝌蚪 蝌蚪是青蛙的幼年狀態 並且可以和魚類一樣被裝在水桶中 另外 OLED也是在1.19版本將會新增的新生物 它是在Minecraft Lite 2021生物投票中獲勝的新生物 它能夠飛行並且會被鷹街盒的聲音吸引 也會隨之起舞 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如果給它一樣物品 它就會在附近的區塊當中尋找相同或者是相似的掉落物 最多能夠獲取一組 並且會把物品放在玩家或者是鷹街盒的附近 相信在未來在各種生存的機關上會有著極大的功用 順帶一提在這次的生物投票當中 另外兩個落選的生物分別是Cope Golan還有Glare 最後在船隻的方面也有了新的更新 新增了一種新的儲物相傳 類似於儲物箱礦車 但不同的是儲物相傳可以讓玩家乘上 但僅能讓一個人上傳 以上就是1.19版本將有可能出現的更新內容 除此之外這個版本似乎在畫木的森林上也會有一定程度的改動 但在這一方面目前有的資訊還不多 未來有機會再介紹給大家 有關於1.19版本有可能更新的內容 大家最期待哪個部分呢? 別忘了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拿開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Twitter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蔡英力給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